今天和周顯講一些輕鬆的話題 講旅遊,因為他以前很喜歡去旅行 但現在大家都沒得去 其實如果現在開開,我們猜一下 如果盡快能夠再去旅行的話,你想去哪裡 以喜歡旅遊的人來說,我算是很不喜歡旅遊 以喜歡旅遊的人來說 如果是帥哥,我算是最醜樣的 醜樣之中算是最帥哥的那個 我認為這個世界上,如果現在的旅遊來說 看看開開旅遊的意思是什麼 開開旅遊的意思是有疫情還是沒有疫情 當然沒有疫情 完全沒有,全世界都沒有疫情 當然 如果現在這樣,你去到新加坡 我都不覺得有什麼好玩 其實我經常都說,如果你叫我這一輩子 只准去很限制的地方 你只讓我繼續去日本和大陸,我就可以了 為什麼? 沒有這兩個地方,所有事情都可以了 那你不喜歡看歐洲和美國的風景 明星 OK,就是說 歐洲和美國,全世界的所有地方 在我心目中,只佔20% 日本和大陸已經佔80% 所以我只去了80% 如果沒有20%當然沒有 現在我叫你身家沒辦法,20%你都不喜歡 但是問題就是 我最大的滿足都已經在日本和大陸那裡了 所以就沒有了 那你有沒有什麼最深刻的旅遊經驗? 好多的理由 去歐洲都很深刻的 但是其實如果你一輩子沒有去過歐洲就不同了 如果去歐洲很多次,就不太太去 如果去歐洲你去一百萬次都是這樣 就是很落後 你會覺得那些東西是永遠 你值得去的地方是全部都是舊的地方 所以你不需要不停去 大陸只不過是因為近了 那些東西是適合的 其實如果你想吃全世界最好的東西 你去日本已經夠了 日本的東西是好過全世界的 那麼去日本已經 即西餐和日本都好過了 西餐和日本基本上是全世界 即使不是最好的 至少你拍得住船是最好的 那實際上我看不到 有哪一隊 如果可以吃到哪一隊 那有哪一隊的東西是好 但是你說西餐 其實我對日本的西餐 或者蛋糕、西餅的文化 我有一個小觀察就是 其實沒有什麼地方 或者沒有什麼國家 可以將別人的文明、文化 Copy 了之後 然後自己再把它 再扭過一下 或者改變少一點之後 成為它自己很獨特的東西 我講的就是 你見到日式的蛋糕 這個跟歐洲的蛋糕 跟美國的蛋糕 芝士餅那些很大分別 譬如日式自己有自己的西餐 有自己的咖喱 這些其實是否看到 日本人的那個 他們研究的精神 或者他們對一些外來文化 進來之後 他們會自我去淨化 然後再想一下自己有什麼 可以加進去 可以Value Add 有幾個東西 第一 日本學西方學都很像 大家會看過 很奇怪 日本有什麼 租造奇妙冒險 南寶石王子 梵爾賽玫瑰 他們全部都是歐洲背景 你現在看那個 詩子王 詩子王不算歐洲背景 他簡直是一個 男主角是鬼來的 海賊王 全部都是歐洲 你會覺得很厲害 他們歐洲研究 他們只能當自己是歐洲人 他們不會當自己是美國人 他們當自己是歐洲人 他們是畫很多歐洲背景的東西 但他們很少畫美國背景的東西 你會覺得 你看到那些漫畫 就算是monster 也在歐洲的 即是他們對歐洲的熟悉程度 是很相似的 他們對歐洲的研究 因為他們對歐洲的研究差點 可能是超越了美國對歐洲研究 但問題是 你有改變的時候 有些東西你覺得改變 譬如你覺得 日本有日式西餐 但日式西餐的 如果西餐的分類 你看看餐廳的飲食網 就會有楊食 Frencher 和英文是不同的 楊食是日式西餐 即是他們不只是改良了 楊食是最普遍的那一種 不是 現在楊食是絕對不普遍的 不是普遍的 楊食是比較老套的 但是以前明治時代的時候 就叫楊食 而現在新的那些抄足外奴 那些 就是 Italian 就叫Italian 就叫Frencher 即是很多 應該是 很多最出名的三星級餐廳 都在日本開了分店 所以現在他學新的 歐洲都學得很足 他做西餐 很多地方都做得好過歐洲 好過歐洲 好過歐洲 你有沒有在日本吃過中菜 我有 那是不是真的這麼好 其實就不是的 但問題是 有些是好的 我吃過幾次 有一次去福臨門吃 他那個彈梯的新造 日本福臨門是嗎 日本即是做的 他的魚 因為日本的魚 會比較特別 日本海域捉的魚 也會比較特別 你說是不是好 但是 他那些是sophisticated 但你剛才說 你在日本也去幫助福臨門 為什麼會 如果是我 我就會選擇一間地道 做中國菜餐 第一 你在日本吃了十餐 你沒那麼介意 第二 那一天你沒有訂位 你會找一間容易訂位 那你就好 容易訂點 那價錢呢 日本的福臨門和香港 怎麼比 以前十幾年前 去日本都覺得很貴 但現在覺得很便宜 現在日本其實所有東西都便宜了 好 既然周顯 沒有透露到他那次 在福臨門吃幾個錢 我無謂逼他 很便宜 好便宜 下次再談 Pascal 你 你